先生 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先生 你听我说 你不能进去 先生 先生 让他进来吧 没事 你先出去吧 是 总裁 你有什么事 早上的报纸你看了没有 没有 你先别激动 冷静点 丽娜出事我能辞其咎 如果前一天晚上我能 答应跟她见面的话 也许她就不回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吗 她活着的时候 你竟该好好照顾她 你懂吗 我知道 我今天来不是来 跟你终了这个 我有件事想拜托你 现在呢 丽娜已经不在了 我心里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我的父亲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也是我最熟的的人 她现在一个人在静老院里面 我希望有机会的话 你偶尔能去看看她 为什么找我 因为我们是敌人 你也了解我 你也了解我 而且你是一个事业成功的人 我父亲喜欢事业成功的人 这个理由听起来 也许有点牵强 但是我现在真的没有人可以信任 我知道你讨厌我 我曾经做了很多坏事 我曾经做了很多坏事 伤害了很多人 尤其对不起 承华和丽娜 可在这之前 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并没有觉得错 荒谬吧 可是现在 我才发现自己 有多么的荒唐 多么的无可救药 为什么等到一切 无法弥补的时候 我才值得后悔呢 你能答应我这个请求吗 照顾我的父亲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要感谢你 我曾经也伤害过你 我现在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等一下 你要去哪儿 不知道 那个地方我也没去过 我只是想对自己的行为 这个真的 付责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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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董事长 少军他来找过我了 少军 他人呢 你帮我留住他 他已经走了 最重要的是 他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话 他说了一堆乱七八糟 所以我非常担心 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那你赶紧跟住他 帮我看他在做什么 我们随时保持联络好吗 好的 快点 快开车 好的 好 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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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让 麻烦让一让 小心 少军 让一让 神经病啊你 耐火 你这是怎么了 这 少军 少军 陈华 怎么了 我刚刚看到邵君了 可是他显得好奇怪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快上车吧 在那儿 是邵君的车 快给董事长打电话 他应该也在路上 喂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干嘛 我们已经看到邵君了 我和总裁正跟着他呢 现在我们正往东方城郊外的路上去呢 好 我知道了 记住 让你们的电话保持在畅通的状态 好 他知道了 快点 他们去东方城郊外了 快一点 好的 董事长 叫你这样说来 难道邵君是因为债务缠身才想不开 所以打算借这个方式来走套 他对丽娜的死耿耿于怀 我想这也是个原因 哎 哎呀 糟了 怎么这个时候没油了 那怎么办啊 喂 董事长 成花 对不起 我利用了你对我的爱 进行我对你们的报复 我错了 我不奢望你能原谅我 但是请求你原谅我的父亲 他不是有意的 我对你的亏欠 只有来世在报了 李娜 我利用你对我的信任 差点搞垮了安氏 让你远走他乡 最后我连见你的勇气都没有 是我的懦弱 害你丢了性命 可是你再也不用怕了 我马上就过来陪你 你去哪儿我都保护你 你开心吗 我真希望快点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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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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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这儿呢 这儿呢 知道少君的去向吗 少君往海边去了 干嘛 你看这就是少君买的包袱 哎呀 这孩子 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他可能是 想用自己的生命 换个解脱 然后用这张宝单 保障伯父下半辈子的生活 小李 用最快的速度开 是 董事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